小伙们每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究竟多有钱 这不,其二哥又发起了一场抢钱大赛 挑战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拿钱 随后带着钱去闯关 获胜即可带走所有的money 哇,听上去就非常的刺激呢 可以看到豪气十足的小伙准备了100万个硬币 接下来游戏开始 只见大家伙都兴趣十足 纷纷开始往自己的口袋塞钱 没有口袋的镜直接扔进衣服里 真是费尽了心思呀 经过一阵猛如虎的操作后 接下来就开始闯关了 只见开始的小伙和美女都十分机智 搜的一下就穿过了关卡 可后边的小伙就不打地了 硬币真是一路走一路掉 特别是最后一个小姐姐 真是无时无刻不在掉钱啊 索性也是安全到达了终点 通过关卡后便又开始计数了 大家纷纷把自己努力得来的胜利果实 放进一个大箱子中 显然这放钱容易拿钱难啊 大家火折腾了25分钟 才终于是把硬币都倒腾出来了 这时小哥便开始称重 可以看到一位超强的胡子哥赢得了挑战 拎着满满一大箱的用笔回家 哇 看得小气也想去挑战一番